編曲編 曾智昇 我們會討論一下 過去大法官曾經有過拿解號的解釋 有審查過這一個死刑的問題 那麼這個就會跟生命權有關 那麼後面我們會再援引這一個比較法的一個 就是外國的判決 他們對於死刑到底持什麼的立場 那做一個比較 那麼從這個PowerPoint 各位可以知道說我這裡引了三號解釋 不過嚴格來講這三號解釋 大法官並沒有直接去針對死刑 本身到底有沒有違憲來進行審查 這三號解釋其實它都是針對說 以死刑來處罰 而就比方說違死刑 或是這種判罪的行為就處於死刑是不是過分 是不是過當 所以都是以這一個來作為它的一個解釋標的 而沒有單純針對死刑本身到底是不是違憲 但是我們這些其實都還是可以作為我們一個討論的一個基礎 我們先看來我們憲法的規定 憲法在第四五條規定 人民的生命權應於保障 那麼這一個就會被認為說 這是一個跟死刑有關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基本權 就死刑涉及到人民的生存權 那麼生存權在解釋上就是包含生命權 生命權被認為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基本權 如果說人民享有的各種基本權裡面 如果沒有生命權 那麼所有其他的人權的保障當然也就失去意義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生命權可不可以限制 生命權可以限制嗎 那我們一開始有跟他說過 我們憲法二十三條有規定 所有的人權都不是沒有界限的 只要是為了公共利益 在必要的範圍內 各位看我們的條文是說 是可以用法律來限制 所以任何的一個自由或其他一個基本權 都是可以在合乎比例原則的範圍內可以限制 現在問題就是說生命可不可以限制 生命就是生命 要嘛就是剝奪 不然就是保有那個生命 生命權沒有所謂可以限制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各位可以想想看 憲法二十三條只是說 可以以法律來限制基本權 他沒有說可以剝奪 所以到底那個死刑 這個就是剝奪一個生命 那這樣有沒有違憲 這一直是憲法學的一個討論的一個重點 這一直是憲法學的一個討論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 有三道道關的一個解釋 第一號解釋是1985年的1994號解釋的 那麼這個就涉及到也是買賣是到馬菲毒品 那這個姓黃的他是去購買這一個毒品 那麼他甚至說他這個是馬菲 他說因為他有胃痛 那麼有需要這一個馬菲等等等等 那麼實際上其實就是有吸食毒品的那個就是毒癮 那麼他被逮之後呢 那麼這個過程呢 你們之前看我們在Cyber 有提供給各位投影片 那麼這個案子呢 那麼這個案子呢 這個條文之所以被挑戰就是因為 申請人他認為這個法律的規定是唯一死刑 所以唯一死刑 他是挑戰唯一死刑 而不是挑戰死刑本身 有沒有違憲 大法官在1994號解釋他說 這個規定立法固言 可是呢 勘亂死刑 唐不徹底禁決淹賭 勢必危害民主健康 國家安全社會秩序 並不違憲 這個在當時其實就是自亂事用重點 這個是過去的一個趨勢 所以他說是因為勘亂時期 所以他要禁決淹賭 所以就是立法固然很嚴苛 可是他認為並不違反憲法 那麼這一號解釋呢 在1994號是1985年 過去大法官他的一個解釋呢 是說理比較簡單 所以他基本上如果我個人來看的話 他大致上只是在講結論 他並沒有去說明 為什麼他沒有違反23條的比例原則 再來就是263號解釋 這個是1990年 這就是解言了 可是在當時我們還是自亂事用重點的 這一個心態一直持續 263號解釋呢 當時這引起社會各界很激烈的一個討論 也可以說是社會第一次是針對這個死刑呢 到底會不會過於嚴苛呢 有比較廣泛的一個討論 那這就是263號就是很有名的馬曉斌案 馬曉斌是當時被稱為反共議士 那麼他是逃到韓國 然後再從韓國把他接回這一個台灣 那麼他在台灣之後呢 他認為他一直受到台灣社會的歧視 那麼他被接回台灣之後呢 他還會被審問 因為可能我們的治安單位 情報單位會擔心說他是不是匪諜 所以他就會被先送到這一個澎湖 那麼隔離、偵訊、調查 那他說他曾經就在澎湖呢 被隔離、偵訊、調查的時候 都還被刑求過 那麼出獄之後 出來之後呢 他說他就受到社會的這個歧視 那麼做過各種不同的工作 那這個是他聲稱他來台第三天 就遭到警總的刑求 在社會上老是被歧視 那麼他就跟另外兩位 一樣就是他們的反共議士 黃世傑、唐榮 他們當時呢就共謀要綁架 長榮、張榮發的兒子張國民 這個張榮發這個也是最近的那種名 大仿、二仿之爭 張國民應該是大仿的這個小孩 那麼綁架成功 最後也取得俗管 可是呢他們並沒有撕票 取得這一個俗管之後呢 他們就把張國民平安釋放 可是最後呢他們還是一樣被逮捕 那這個是這三位 魯仁勒俗的反共議士 那這是他們的一個 當時的一個說詞 那麼他說呢他綁架張國民的時候 他說他們沒有帶刀、帶槍 並且告訴他 不管拿得到、拿不到錢 一定會放他 意思就是他們並不會撕票 那麼一審處於死刑 那麼上訴到二審 二審還是判處死刑 那麼那個案件就是因為 被告他是反共議士 所以引起社會呢 矚目 那麼當時的跆拳會 都呼籲槍下留人 不僅是跆拳會 很多民間單位 還有政治人物呢 都透過輿論 希望呢這個槍下留人 不要處於死刑 那麼這個是跆拳會他的呼籲 基本上就是認為說呢 他們的反共議士來台灣呢 他其實沒有受到 就是說他們在受到這個社會疾勢 沒有辦法好好的 這個獲得一個安定的一個生活 那麼馬曉彬的妹妹 也從中國大陸來台灣 那麼懇求槍下留人 總統武他說他無權擔設 這個也的確 在那個階段呢 行政根本是沒有辦法去介入 後來他們就死刑確定 律師還提起非常上述 不過後來都駁回 甚至當時的陳水扁 都還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那麼國際特色組織 也都展開緊急的救援 民進黨也呼籲 那一個要槍下留人 等等等等 那麼這個是我的助理呢 把當時的報紙所登的一些標題 那麼各位可以承感一下 從這裡可以知道說 這一個案件呢 當時受到社會 矚目的一個程度 當時大家都開始在討論 這個自亂事用重點 這個到底是不是應該要改 那麼當時呢 陳菊也提到說 生命權是最激變的人權 應該受到尊重 這個是我過去 這作者就是本人 這個尾東都忘了 我曾經寫過文章 那這個是我的助理 不知道是從哪裡把我找出來 這個是在1990年的聯合網報 登了一篇 一個抱屁股的一個文章 已經很久了 那我在這裡就是 提到呢 這個是一個唯實行的一個法律 是不是核縣 有進一步檢討的一個必要 如果是發生誤判 尤其這個是 就是死刑是涉及到一次性 你如果執行死刑 如果發現是誤判 那這個是不可挽回的 那麼尤其呢 它的這個法律 它有一個特色 你只要掳人勒署 就有率出於死刑 它並沒有區分 失票與否 所以同樣就是說你掳人勒署呢 那個情節 輕重是很不一樣的 有沒有失票跟沒有失票 可是呢我們的法律 卻是只要掳人勒署 不管有沒有失票 一律出於死刑 所以就是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不分情節的輕重 那麼卻一律出於死刑 那麼這個有沒有違反平等 那另外這也提 這個有沒有違反這個比例原則 這我們等一下都會再做基林匯一個討論 那麼後來呢 我們的國師 是現任總統的國師 陳常文大律師 當時李律法律事務所 他們也替他申請這個釋憲 那麼請到的官審查看看 請到的條例第二條 這個人勒署 不管有沒有失票 那麼余律處於死刑 這個有沒有違憲 那麼大法官用最快的方式 我這裡一定要就是插隊 那麼去審查 那這個是馬曉賓的妹妹來台灣 拯救的輿論 也是各位看那個標題 那麼張榮花她是被害人 家屬她們也表明說要願意原諒馬曉賓 那麼她妹妹呢到去到監獄去看 那這個是她的父母 那這個也是當時的 那個媒體的一些標題 可是最後呢大法官還是做成 二六三號解釋 那麼最後就認定了這個是 並不違憲 謝謝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最後 這個是當時的報紙的相片 馬曉賓 請聖業貴總統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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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最後她們就被槍決了 那麼最後她們就被槍決了 好我們現在來看那個解釋理由書 大致上為什麼大法官認為 她是核心 可是大法官她有提到 曾道委條例這一條的規定 她說不分犯罪的情況及其結果如何 蓋於實行為法定型 她說立法誤言 有導致情法失憑之餘 宜在立法上 兼顧人民權利及行政策上檢討 所以大法官她也承認說不分情況 那麼余律以死刑作為法定型 她認為這個應該要修改 可是她最後還是不認為唯一死刑 違憲 因為照道官的意思 這個並不是唯一死刑 你們看她接著這一頁 她說雖然特別刑法有這個余律處於死刑的規定 不過還是要回到刑法總則 刑法總則有一條 這第五十九條 有個良刑 就是說你可以斟酌 那個行為人 比方說他有沒有悔改的意思 還有他的犯罪的一些情結等等 可以來綜合考量 所以我們的刑法總則有一條 還可以讓法官可以在不受到那個唯一死刑的這一個限制 他還可以做一些衡量 也就是他還可以減輕其刑 所以這個問題照道官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刑法的規定並不是真的唯一的死刑 有刑法五十九條的規定 法官其實是可以減輕 也就是說可以不用判處刑 可是這個案子 我只能夠說在當時這個社會都還是自亂式用重點 所以法官在當時 我相信 就當時擄人勒署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行為 所以法官可能就是依照過去的這個 他的這個經驗也都還是判處死刑 即使有五十九條可以衡量 他還是判處死刑 他還是判處死刑 然後再來就是四百七十六號舉事 這也是涉及到毒品的這一個問題 解釋理由書他也認為這個規定並不違憲 這條解釋寫得文周周 非常國學的造詣 他說這個立法機關本來一定的目的 規定特別顯得形形 那麼如果就歷史的淵源文化的背景社會情況 無畏於國民的期待 跟國民法的感情一相契合 這個自然未揮屬正當的一個手段 我們都知道說過去 各位我們從小受到了一個交易 大家都知道說 毒品如何危害這個國家社會 所以對販毒出於死刑 然後大官也是認為說 這個並不違背國民的期待 並且跟國民的法的感情相契合 不過這個其實嚴格來講 這個都不是法律的論證 接著他就提到 焉毒疑害我國 從清末一直到民國等等 所以他就是講 這個焉毒危害 那麼你製造運輸販賣 他不會再死人吸毒 那麼吸死者欲重獲利就欲豐 那麼像這樣寫寫他說 誘人上癮為能事 所以他最後結論說 焉毒這個是強害國際民生 那麼也讓國民精神日衰 身體日弱 你看這幾個字其實都很文咒咒的用 所以他說 這一個是欲堅除毒害 杜賤防蒙 當應特別以治本劫柳為極物 蓋伐木不治其本 必須生曬水 這必復生曬水不治其緣 必復留 本源一經斷血其一則 不堪是消炎 這個非常文咒咒 我們過去的大法官 有的人國學基礎非常好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認為 他並不違憲 那麼大致上可以說 這個幾號解釋都是討論 就是說到底什麼樣的一個犯罪行為 那麼法律把它規定說 這種犯罪行為應該處於死刑 他都是只是針對這種犯行是不是嚴重 是不是嚴重到值得我們處於死刑 所以他是在討論說這種犯行 處於死刑是不是太過分 是不是違憲 有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而不是針對死刑的規定 這種死刑本身到底有沒有違反生命權 所以這個在這裡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是嚴格來講 就是大法官還沒有針對死刑本身有沒有違憲 真正進行過審查 那接著就是到了2003、2007還有200就2010 在那一段時間也是我還擔任大法官的事情 那麼當時有兩波四線申請案 就是有好幾個死刑犯 他們還沒有被執行 那麼由現在被罵慘的罵慘的最 罵得最嚴重的廢死聯盟 由廢死聯盟他們的律師 那麼就去一一就去跟這一些在建議裡面的死刑犯 那麼就獲得他們的授權 就幫他們去申請釋憲 那麼特別是針對說死刑本身有沒有違憲 來申請解釋 那麼大部分的這一些死刑犯呢 大部分都是殺人 有那個火燒那個幼稚園 然後這一個讓這一個幼稚園的小孩子也被燒死的這種 都是一些殺人 那麼產劫人款的一些慘案的這些被告 這些行為人 那麼殺人者處以死刑 那麼特別是針對這種案件呢 來申請釋憲 那這個當然是對大法官是更大的一個考驗 殺人處以死刑這個是合乎目前台灣社會的 比較多數的民眾的這個法律的一個感情 那麼廢死聯盟呢 就是很不信他們手頭的 就是手頭目前那個死刑犯呢 幾乎都是這一類的殺人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過去那幾號解釋 就像我們說過那個馬曉斌他是掳人的署 然後另外兩個案件都是淹毒毒品 都還沒有針對殺人 人家處以死刑這個規定來申請 而殺人處以死刑規定有沒有危險 這個才是真正能夠看看 來判斷到底大法官對死刑的一個態度 可是最後大法官對這兩波的死刑事 最後都不受理 在當時也有歐盟還有英國、德國、法國駐台的這些代表 他們也曾經幾度要求要跟大法官見面 那麼要跟大法官討論這個死刑的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歐盟他們從二次大戰以來就已經沒有死刑 在歐洲各國的一個觀點 認為死刑是一個野蠻的一個規定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影響歐洲以外的其他的國家 要把歐洲的這一個價值觀要輸出到全世界 所以他們歐洲的各國的代表不僅是在台灣 在其他國家他們都有積極的動作 辦什麼研討會 然後去拜訪政治人物 就是希望說你們這個國家可不可以廢復事情 所以他們也來拜會大法官 不過大法官在這裡就不方便接受他們的這個拜訪的要求 因為這個大法官當然就已經有案件在身 當然是不適合在接受他們的這個拜會的這個要求 那麼最後大法官討論的結果就是不受理 不受理就是說程序不符合 那麼這個案子其實是非常值得討論的就是說 到底我們當時是五位大法官 對於死刑本身到底合不合憲呢 我們曾經有過第一輪的一個算是假表決 請大家表示意見之後 那麼大概都會做一些試探性的 但是上來第一次的試探性的大法官 十五個人裡面大概十票會認為死刑是合憲的 那只有五票認為是違憲 不過最後並沒有以死刑是合憲再做人解釋 因為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到了2000年的時候 那這一段時間 自亂是用重點 其實已經不是這個社會的這個主流 那大法官不管你支持死刑或不支持死刑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事情很多大法官都認為 他們認為說 這一個他們也不贊成死刑 可是他們懷疑說 到底要不要廢除死刑 他認為說這個應該是國會的決定 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做決定 而不是大法官 他來做一個憲法的一個判斷 所以不代表說 十票他認為合憲 不代表說他們也都支持死刑 他們只是認為說可能是不違憲 但是如果立法院能夠廢除死刑 很多大法官也認為說他們能夠接受 不過支持死刑 就是認為不違憲的大法官 可能他們的一個看法是認為 假設我們就受理了 受理之後投票結果一定是十比五 結論是核限 核限的結果其實就是再度 就是前三號提示之後 再度做成新的解釋 再度確認大法官的態度 認為死刑是核限 只要大法官做成一個就是說死刑是核限的 這種情形我們立法院大概就不會有那個動機 再進一步去討論要不要廢除事情 所以大法官是希望能夠讓立法院有那個機會再來討論 而不是由大法官來針對它是核限 那麼就這樣來做成一個解釋 所以這個是當時大法官就是不受理 就希望說把這種死刑要不要廢除問題 就留給立法院來做決定 我們現在也利用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來做一些比較法的一個觀察 美國它的刑法是州的規定 他們都是州的刑法 那麼到目前為止 有的州他們立法廢除死刑 那麼有的州是還保留死刑 美國的憲法並沒有說生存權或者是說這一個死刑 違憲都沒有 可是美國的刑法有一條規定 就是禁止殘酷的刑法 所以死刑到底有沒有違憲呢 在美國他們就是在討論到底死刑是不是一個殘酷的一個刑法 所以到底核限不核限反而就是在討論說死刑本身到底是不是殘酷 那麼最高法院他們先後做過幾要的解釋 他們的結論就是認為他是核限的 也就是認為說他並不是一個殘酷的一個刑法 這個各位你們也可以看過一些文獻報道也可以知道說 美國他們每一州的執行死刑的方式不一樣 他們都是在研究如何執行死刑 比如說用施打藥物等等等等 或者是用誰們的方式 他們只是在討論用誰們的方式執行死刑 才不會被認為是cru 是不會認為是一個殘酷的一個刑法 他們重點反而是在如何執行死刑 不過呢有幾位道法官呢 有一位道法官呢叫Blackman 道法官呢他後來呢就出版了 就是他最後呢他發表了一個文章 他就很後悔就是說懺悔他過去 在當道法官的時候呢支持死刑核限的一個看法 那麼等他那推成之後呢他認為他改變他的一個看法 有各種不同的一個理由 其實在美國反對死刑的很多人都指出一個 在其他國家比較沒有被注意到的一個重點 在美國統計的一個結果 被處於死刑的這些死刑犯 統計的結果 絕大部分都是非洲裔的人士 就是黑人 那麼這種統計是有意義的 基本上就是認為說 這樣的話是表示說死刑的規定是一種種族歧視 是一個不平等 他雖然這種死刑本身的規定 他是從他的文字本身 他是客觀 他是中性的 可是執行的結果卻絕多數被執行的幾乎都是非洲裔的人 而非洲裔很多人其實就是 是經濟階級是比較弱勢的階級 所以就是弱勢的階級 他才有那一個比較多的那個犯法的可能 所以在這裡是學者就開始討論 那麼這個是不是有一種種族歧視的一個可能 那麼這是在美國 那麼在歐盟歐洲國家呢 都是廢除死刑 之所以廢除死刑其實在歐洲大致上是受到什麼影響 是二次大戰後 其實呢 是因為納粹的一個可怕的一個統治的經驗 因為當時他們認為說你只要有死刑的話 那麼就會被統治者濫用 所以當時就是納粹他是對於 你只要跟我的政治立場不一樣的人 他也可以被處於死刑 所以為了這一個避免納粹的這種經驗死會忽然 所以歐洲各國他們戰鬥呢 基本上都已經在憲法裡面明文廢除死刑 我在1980年代呢到德國念書上課的時候呢 那麼當時德國的憲法 就基本法就明文廢除死刑 然後老師上課的時候呢 他就會講一個例子 那麼這個我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故事呢被稱為叫做齒入村的故事 它是發生在瑞典 瑞典有一個鎮 那個鎮名呢 我們不懂瑞典文 你大概不知道他的意思 你大概就會直接音譯 可是呢如果用瑞典文來翻譯的那一個鎮叫做齒入鎮 齒入村 這是因為呢在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的時候呢 就在瑞典呢就是發生一個凶殺案 那麼那個小鎮呢就是有人呢被殺死 那麼不知道兇手是誰 那麼村民呢去追凶 然後呢在鎮外的蘋果樹下 就看到一個外地人在蘋果樹下 那這個好像在睡覺 那麼他們是從他的這個衣服就發現呢有血跡 然後有刀子在他的旁邊 刀子也是張滿了這個血跡 那麼以當時的刑事的程度 那個偵查犯罪那個證據等等 那麼他當時就認為說這個是基本上就是證據 確診 可是這一個外地人他矢口否認他不是兇手 但是依照當時的一個司法 就認為說這個已經毫無疑問 所以呢就判處這個證盤判處死刑 那當時就是用吊死 可是後來呢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在另外一個城市呢 又發生一個兇殺案 結果那個兇手他最後也是被執行死刑 可是他執行死刑之前那一位兇手就是說 其實幾個月以前在那個村鎮 那個兇殺案也是他所犯下來的 這些事情呢就是在當時在瑞典 就引起輿論很大的一個反省 那麼他就認為說就是當時那個村落呢 他們這個處以死刑的那個這個是一個冤獄 這是一個誤判 那麼這一個鄉鎮呢 他們就受到這個全國的輿論 那因為當時他們真的是可以說是輿論裁判 那他們的鄉鎮也就是自我還顯 自我還顯他們就透過那個鄉鎮議會 把他們的這個證明就是改為此入證 那麼來警惕自己就是說不能夠誤判 那麼這件事情呢其實在當時上課的時候呢 老師就是舉這個例子 基本上就是跟他講 就是說法院的判決 是有可能是誤判的 而死刑呢它是具有不可逆轉線 生命你把它剝奪了就回不來了 所以這個當時呢 這一個例子呢就是給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麼這種類似瑞典的這種恥辱村的這種事件呢 在英國也有一些不同的故事呢 那麼這個情節就很像 也都是會發生誤判 然後把一個無辜的人 那麼就把它處理死刑 那麼就把它處理死刑 就引起很大的一個討論 不過總之呢就是 歐洲在二次大戰以後呢 就廢除死刑 那麼我要再跟他講 可是廢除死刑之後 我在德國的時候呢 當時又發生了一個 在德國很有名的一個案件 這個你們看這個 我這裡寫的 Marianne Bachmeier 這是一個媽媽的名字 就是Marianne Bachmeier 巴赫meier 這是我這裡寫的 Zeps Eustis 這裡少打了一個Z Zeps Eustis 就是司法正義 這一般我們說司法正義 Englishes are 這個在法庭的司法正義 這個案件呢 當時也是在德國轟動整個的整個社會 這Marianne Bachmeier 她是一個單親的媽媽 她有一位小女孩 七歲 那麼被一個人奸殺了 那麼那個兇手 這被告呢 她根本就是不認罪 沒有她認罪了 可是呢根本就是 還是還是沒有任何俊悔的一個表示 可是德國的刑法已經沒有死刑了 沒有死刑 那麼這一位媽媽她就真的是很傷心 她認為說這種沒有死刑的這個司法制度 沒有辦法伸展正義 所以在柏林那個案件是在柏林的地方法院呢 在審案的時候呢 這個也不知道法庭的那個 她的這個維持這個安全的這個措施可能是沒有弄得很好 這個媽媽呢她當天出庭的時候呢 帶了一把槍 帶了一把槍呢就是當場 在開庭的時候呢就是當場這一個把這一位兇手當場把他射殺 她認為說這個才回復的公平正義 她認為說這個沒有死刑的這一個國家呢 是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又引起很大的一個討論 好吧 那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在歐洲各國呢 他們已經是廢除死刑那麼多年 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說明 其實廢除死刑那麼多年呢 在德國你如果即使是在今天 他們在前幾年還在做過民意調查 支持死刑的聲音還是高過廢除死刑 這就是殺人場面可能不管是在歐洲 不管是在東方的台灣 大致上都會有這種很多人的素樸的正義感 所以如果在德國你如果說要用民意調查 可能就是要回復死刑 可是以這個Buck Meyer這一個案子為例呢 這個社會當時呢 這個社會當時呢 就是在討論 有的就是認為說要回復死刑 那支持這個媽媽 認為說你如果不回復死刑的話呢 那麼他就會去當場去射殺這一個被告 那他也有支持就是說 這是一馬歸一馬 雖然這個是很殘酷的人 但是也不應該這樣有這種司法的正義 我自己的司法正義指的就是公 公就是public是private 就是司法的正義 不過呢最後呢他們討論的結果 當時很多人都希望說 國會要修憲 要把那個死刑英語廢除的憲法規定 要把它修掉 不過後來呢就經過一段時間 社會開始又沉澱 心情又沉澱下來之後 那麼政治人物呢 他並沒有被輿論的這個激情所影響 他們最後並沒有修憲 所以呢還是維持現在呢 沒有死刑的這一個狀態 印度他的憲法跟美國一樣 是禁止殘酷的刑法 他們最高法院也是說 死刑並不是殘酷的刑法 並不危險 所以美國跟印度大致上情況是類似 歐洲各國廢除死刑 那麼這個匈牙利 在他沒有加入歐盟以前 這東歐的國家 他們自由化民主化以後 並沒有馬上加入歐盟 那麼他們也有規定死刑 可是匈牙利的憲法法院 是少數憲法法院 他明白的宣告死刑是違憲的 一個國家的憲法法院 他說憲法規定生命權 與人性尊嚴不能夠被制意剝奪 所以憲法法院認為死刑是違憲的 他牽害了基本權的核心的範圍 那麼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南非 南非的憲法法院也是宣告死刑是違憲 他說憲法禁止殘酷的刑法 並且憲法也保障生命權跟人性的尊嚴 南非治安一直很不好 所以這個死刑違憲是南非的憲法法院 在1993年成立以來的第一樁判決 成立以來的第一個憲法法判決 就是在審理死刑是違憲 他們的第一個判決就宣告死刑是違憲 那麼多年來大家都你們可以從報章上 可以說南非的經濟不好 那麼所以犯罪率很高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說要回復死刑 到目前為止還是一樣保留死刑是違憲的狀態 好 那麼我們開始來討論一下 首先就是要先釐清一點 我們這個課堂我們因為是一個四限 就是違憲審查跟人權的保障 所以我們討論的是死刑到底是何限違憲 而不是說到底政策上我們該不該廢除死刑 所以這一點先跟大家釐清 我們再討論死刑到底有沒有核無憲法 那麼死刑到底有沒有違憲或是死刑是不是應該廢除 那麼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很在台灣很不容易討論 因為這個是我覺得提到這個是最容易挑起台灣人情緒的一個問題 我觀察到一件一個現象 我覺得台灣從民主化自由化以後大概從1990年代一直到現在 雖然我們政治都有藍綠對抗 有統獨的對抗 但是大致上我們已經慢慢地已經進步到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的立場 我們是台灣人即使講到政治可以真的面容而視 不過不會因為你立場跟我不一樣 就物之或遏之預期死 沒有到達那個地步 這只是態度的不一樣 立場的不一樣而已 不會因此就你死我活 可是我發現就是死刑最有趣 死刑的這個問題竟然在台灣 你如果是反對死刑 可是支持死刑的人就非常的情緒 那麼就會說那我來殺死你等等之類的 那麼像這個廢死聯盟就是常常到目前為止 就是一直受到很多支持死刑民眾的恐嚇、威脅 就是說你再支持廢族死刑的話 那麼我要殺你全家 或是我就強奸你 看你怎麼樣 這些言論其實都一直在 這種恐懼常常會濃罩在廢死聯盟的一些工作人員身上 所以他們也曾經為此而遷移他們的辦公的一個地點 這是一個到不久為止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社會 就是針對死刑這個問題 就一直有這一個非常激情的這一個現象 在差不多90年代的1990年的時候 這已經那麼早期的一件事情了 這樣二十幾年 有一次我們台大法律系一位老師 他是留學德國回來的 他也是反對死刑 那我們這位老師他當時在自立網報 他寫了一篇文章 那麼他認為應該要廢阻死刑 那麼就舉出說死刑如何的 有什麼那個缺失等等 結果報紙登出來之後呢 這個第二天第三天呢 我們的法律系的器官公司呢 就收到了 哇 這一個素食封信 那麼來辱罵這一位老師的這個信 然後呢 還有恐惡的信 有人寄名字 信裡面的寄名字 那麼要給這位老師 然後有人就是用紅筆寫了這一個字的那個信 那麼也是要說呢 叫這一位老師呢 你回家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 所以看看後面呢 有沒有跟蹤你 等等等等之類 就是這種恐嚇的 所以在當時 1990年代呢 當你發表文章說呢 要廢阻死刑 那麼當時民眾的反應是這樣 那麼到了現在呢 2016年 其實在最近幾年 情況並沒有改變 就是說你如果說我廢阻是支持廢阻死刑 那麼也一樣呢 就是受到什麼 這一個難堪的這一個對待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台灣一個 非常獨特的一個現象 那麼到目前為止 如果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也就是多數都是支持死刑 在早期十幾年前 法律系的學生呢 我們會做一些 很多老師呢 在課堂上會做一些 非正式的這一個民意調查 就針對法律系的學生 也是支持死刑的 多餘廢阻死刑的 那你如果問非法律系的學生 那麼這個更是呢 這一個支持死刑的更是懸殊的多數 那麼社會大眾更是支持死刑更是多數 那麼到了最近這幾年呢 其實呢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是問了 這大概是法律系的學生 大概都是反對死刑 大概是已經是多於支持死刑 不過如果你問民意調查 到目前為止應該是支持死刑的 應該是會比較多 可是呢死刑到底合憲 違憲呢 這個是跟民意是不相關的 我以前也跟他說過呢 這個大法官他在解釋憲法的時候呢 是不受民意的影響 因為他是唯一是根據憲法來解釋 來審查 而不是根據民意 如果根據民意的話 那就根本不需要有法學了 那每一次呢審判 就是做一個民意調查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把這個相關的我們討論的規定 所以這就是剛剛說過 15條是深入均衡保障 那麼我們的憲法 大法官也提到 從憲法22條也可以導出 我們憲法保障人性尊嚴 我們23條也提到 那你要限制基本人權可以 但是呢必須要合乎比例原則 而比例原則就是看看 你法律規定的目的是不是核限 還有看看你的手段 是不是有幫助目的達成 那是不是侵害最小 還有手段所追求的公益 有沒有大於所細生的私益 那麼死刑是不是違憲呢 我們大致上就是要遵循這幾個步驟來討論 在這裡我們提到的 死刑到底有沒有違憲呢 它面臨幾個爭議 第一個就是剝奪或者是限制的問題 這個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我們憲法23條 只是允許國家可以限制基本權 在合乎比例原則的範圍內可以限制 那麼什麼叫做限制呢 限制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你的這個基本權 我把它做為限制之後 它一定還有一些剩下的部分 可是剝奪就是把你剝奪之後 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剩下的部分 所以剝奪跟限制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有一些法學者認為 單從剝奪跟限制 這兩個概念的這一個不同 就已經可以表述說 死刑是違憲的 不過這一說呢 在法學討論呢 比較不會從這一個文字 這個形式的意義去討論 因為支持死刑的人 還是會認為限制這個概念 他認為限制到極制 其實就是剝奪 所以他也認為說 這個即使死刑不必然 就是說能違反這個限制的 這個文字的概念的這個意義 不過我們現在再來進一步來看 死刑的規定 他們追求的目的本身 是不是和限 那麼死刑的規定 大致上就是要嚇阻犯罪 或者是要報復 那這個是不是和限呢 說真的也 我覺得從人民的束縛的一個觀點 嚇阻犯罪報復 本身你很難說他是違憲的 就這個目的 大致上都是OK的 那麼我們基本上就是要來討論 如果死刑是不是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那在這裡就是很多學者在這裡就開始提出指引 如果死刑的規定目的是要在嚇阻犯罪 那你有死刑的規定 那你有死刑的規定 是不是真的就能夠達到特阻 反對的這個目的嗎 其實從很多國家的這一個他們的規定 還有很多學者他們做了一些實證的一些研究 就是發現了死刑本身是對於那個嚇阻犯罪的這個目的達成 是基本上會認為說並不存在一個相當的一個關係 也就是說死刑並不必然能夠達到嚇阻犯罪的目的 就像我們看昨天的這個例子 如果這個凶手他是理性的人的話 理性的人當然就是怕說我殺了人會判處死刑 可是基本上如果以昨天那一個例子的話 他已經他在殺人的時候他根本不會想到說我會被判處死刑 對他而言那個並不重要 所以你說死刑真的是能夠嚇阻這個犯罪嗎 那其實這個很多很多研究都認為是否定的 不過法律的規定其實是好幾個 也就是說死刑的規定他追求的目的不限於嚇阻犯罪 很多人都是認為死刑的規定其實還包括這個就是一個報復 或是一個要滿足一般人 不一定是涉及到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屬 而是要滿足一般人的正義感 認為滿足一般人的正義感也是一個 他法律所追求的一個目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人認為說 那麼死刑是不是有助於滿足一般人的正義感 那當然就滿足鄉民的一般的那個正義感 就這麼說殺人者出於死刑 這個是一般人最素樸的一個正義感 所以如果是從這個觀點 你認為死刑是 如果你要從大法官的觀點 會認為他是無助於目的之達成 可能大法官在這裡就會考慮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無助於目的之達成 可以確定的就是說死刑是無助於嚇阻犯罪的目的 但是報復當然這一個人 報復就是說滿足被害人的報復的心理 也可以達到他的目的 那滿足一般人的正義感 那這個目的是可以達成的 那現在接著就是如果第一關過的話 等等我們再來看 那死刑是不是相較為無期徒刑 是不是侵害較小 也就是說有沒有比死刑侵害更小 但是同樣可以有效的達成目的 有沒有這個手段 說真的已經找不到比死刑侵害更小 也就是說對於目的之達成 跟死刑這個手段是相同有效 可是對人群的侵害比較小的這個手段存在 也就是說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跟死刑比起來 當然是對這個被告的基本權而言 當然是侵害比較小 可是對這一些剛剛我們所談的 各種不同的目的達成 這種供應目的達成 那他是不是有同樣能夠有效的達成目的 可能就不必然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最後也可能認為說 這個死刑已經是不得已的 是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第三個 就是狹義的比例原則 也就是說一個法律它到底有沒有違憲 我們最後還要來看 他所追求的公益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還要看他所犧牲的這一個人權 兩個比起來 我們必須要說他追求的公益目的 是大於所犧牲的這一個私益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才合無比例原則 我個人如果我是大法官 有機會來審查死刑有沒有違憲呢 我個人我的結論我會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那是通不過最後的這一關卡 為什麼呢 各位如果認為說殺人長命 一命還一命 像是認為這個就是應該在利益衡揚上應該是平衡的 所以應該不會說違反比例原則 不過我之所以會認為違反比例原則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這裡 就是誤判的不可排除 大家知道說法官它是人在當神的工作 而人畢竟不是神 神可能不會誤判 人會誤判 即使我們的刑事司法 還有這個科學證據的辦案 即使在怎麼的進步 絕對不可能 這一個百分之百排除誤判的可能 江國慶的案子 其實就是一個 最近幾年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歷史 在當時大家都確定說 就是他 證據確鑿 這個不可能是誤判就是他 而江國慶那個案子 被殺害的也是一位小女生 輿論也都認為就是他 當時各位你們如果翻開 在過去當時的一個簡報 你們會發現當然就是輿論神案 輿論就是認為說這個實在是太可惡了 也就是抓到了這一位 江國慶 江國慶就是很不幸 也是有一些蛛絲馬跡的一些證據 被認為他是脫不了干系 當時軍方如果不趕快抓住兇手 那麼他沒有辦法對回應社會的一個公平爭議的需求 大概因此就在輿論的壓力之下 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下 那麼就判處江國慶實行 就執行事實行 可是當時都認為說 執法者或是我們的輿論都認為 這個是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確定就是他 可是最後發現這是一個誤判 即使現在有DNA的這一個 可以用DNA有各種不同的科學的一個班的證據 還是一樣 總之很多情形你會認為 可能已經是百分之百絕對不會錯 可是最後還是會證明 還是會誤判 那我大致上會跟大家講就是說 有可能 一百個案件裡面 你可能執行死刑 殺了九十九個 可能這個不是誤判 但是那不排除可能是百分之一是誤判 有可能就是一千個死刑 九千九百九十九個 的確你殺了一個真正的是一個壞人 可是有可能是千分之一是誤判 也有可能是你執行死刑一萬個 九千九百九十九個真的都是該殺的 可是有可能就是萬分之一的人 是不該殺的被誤判的 那麼現在這個在法學上你就要判斷一下 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該殺的人 這個制度上你會認為這是公平正義 所以滿足你的正義感 可是另外一方面它的缺失是什麼呢 在萬分之一的機率之下你會剝奪的一個生命 這個是不該殺的 那麼你認為這兩個你的天品會怎麼樣呢 這個就是最後的那一個比例原則 就是所得跟所失的一個橫描 在這裡大法官的判斷就會 就會跟每一個大法官個人的一個價值觀 會受到價值觀的影響 所以解釋憲法有時候難免就是說 會跟大法官個人他的那個價值觀 意識形態會受到影響 有的大法官會認為 只要我執行死刑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是該殺的人 他就這麼說這個制度是值得的 即使是萬分之一的人是誤殺 他認為這個誤殺是一個可以容許的風險 雖然那個誤殺是不具有回誤可能性 可是呢如果他認為說 可是我們要滿足那九千九百九十九個 你如果不殺他的話 會不能夠合乎公平正義 所以他認為這個萬分之一的誤殺 是可以容許的風險 你如果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那你的結論就是死刑是核限的 可是呢如果 比方說如果你是大法官 即使你認為 即使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是該殺的 可是只要有萬分之一的機會是誤殺的 那這樣的話你就認為這個死刑制度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就不應該存在 你如果是往這個方向去說 你不能夠容忍誤殺 因為人命是很脆弱的 他這個死刑是不具有這個回誤可能性 所以有萬分之一的誤殺的機率 整個就會讓整個死刑制度 就會得到不應該維持的這一個結論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價值判斷 一個評價的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要跟大家講 雖然對於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真的是一個壞人 那你廢除死刑不代表說就把他放出去 他其實還是要受過應有的制裁 只是說這個制裁他不是死刑而已 他一樣有其他的這個凸顯 所以只是用死刑以外的方式來制裁他而已 所以我只能夠要跟大家講 到目前為止 每一個國家的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 他對於死刑到底有沒有違憲的態度不一樣 有的國家認為死刑是核限的 那麼有的國家認為死刑是違憲的 那麼在相當的這一個因素上 其實就會涉及到這一種價值觀的這一個左右 價值觀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第一堂上課的時候有跟他說 這個道法官到底是一個自由派的道法官呢 或者是保守派的道法官呢 或者中間偏自由派的中間偏保守的這個道法官呢 其實常常會影響到他的最後的這一個判決 死刑我覺得的確就是會涉及到這種價值觀的這一個影響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大家再來看一下 那麼這個是在台灣我們剛剛有提到在美國是這樣子 那麼在台灣你如果以這個死刑的規定 其實我們目前台灣也要來統計一下 到目前為止呢如果是以這個殺人 被判入死刑 那麼大致上呢我也可以猜測 這個大致上大概就是說呢白臉的犯罪的可能大概是比較低 那麼可能就是以藍臉的為多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說在台灣可能就是會反應經濟階級的不平等 那麼在美國可能是反應的是一個種族的不平等 那麼到底死刑有沒有違反平等 那麼這個是在台灣還沒有過真正的機會來討論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台灣呢都是從這一個生命權的觀點切入 那麼另外呢台灣還比較少過呢就是說從人性尊嚴 我們的憲法並沒有提到人性尊嚴這四個字 可是在好幾號大法官解釋都已經明白提到 人性尊嚴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基本權 也是我們憲法所保障 那麼死刑有沒有違反人性尊嚴 那麼死刑有沒有違反人性尊嚴 這個什麼樣的情形會被認為違反人性尊嚴呢 就是說特別是說當那個國家的這個規定 把人當作手段 把人客體化了 也就是說把人當作一個手段 要當作一個工具 而不是當一個目的 來規範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時候就會變成為 這個規定可能就是違反了 人性尊嚴 所以人性尊嚴的這個基本權 最主要就是強調是人不能夠被當作工具 被當作手段 他必須人他是一個主體 而不是國家行為的一個客體 而不是國家行為的一個客體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很多人都認為說 死刑它其實就是認為它是跟人性尊嚴 是有所抵觸的 為什麼會有所抵觸呢 如果你把死刑當作是一個報復的手段 或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嚇阻犯罪的一個手段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那一個生命 就是當作一個手段 就把一個人的生命當作手段 我透過死刑的這一個手段 就是犧牲一條人命的這一個手段 然後要來達到嚇阻犯罪的目的 這其實就是把人客體化 其實這個人你會被認為 這個真是一個十二不赦的 這個是一個怪物 就像昨天的這個兇手一樣 再怎麼樣的一個兇殘的人 其實都有它的一個基本的一個人性的一個尊嚴 那麼你把它客體化了 那麼可能在人性尊嚴上 就會產生這個可能會違憲的這一個疑慮 所以這個到目前為止 這個死刑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很苦惱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可以跟他講 如果說到今天為止 如果還是有人再度的向大法官申請示限 再向大法官挑戰說 死刑本身是不是違憲呢 我現在真的不敢講說到目前為止的 這一個大法官會怎麼來判斷呢 我相信是很有可能 我只是一個推測 有可能是認為是核心 也說不定 那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最近幾年曾經發生過一個兇殺案 是發生在中國大陸 那麼被害人 被殺害的也是台灣人 然後兇手也是台灣人 那麼這案子其實就是在中國大陸被公安逮捕 等到全部都是依照全中國大陸他們的那個司法制度 然後他們的判刑 那麼就是由公安 通常他獲得這些證據 就認為說這一對父子就是兇手 那他們就在中國大陸被逮捕 那麼整個的刑事的那個整個那個證據等等 全部都是在中國大陸進行 最後被引渡回台灣 那麼在台灣被處於死刑 那麼當時他就在爭執就是說 到底中國大陸的那個證據的調查 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被告他一直堅決否認他們有犯案 所以這就是說你到底要不要信任這個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辦案 應該在台灣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證據調查的步驟要走完 但是這個案子雖然律師都一再的提起 說在中國大陸他們的證據調查是可信 那麼你沒有去把那個證人調來 只是單憑在中國大陸的司法機關的 或是他們的公安的一個筆錄 只單從那個筆錄就要來判刑死刑 那這樣到底是對或不對 這個是不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最後這個案子是判處死刑 確定最後就在台灣被斃了 我們上一週是談的是計程車司機案 各位還有印象嗎 那麼就是因為彭婉如命案 那立法院就修法 那麼規定的更嚴格 你只要患有故意殺人搶劫搶奪 強盜恐嚇取材 擄人勒訴 或者是妨害性自主就是性侵 那麼這些就永遠的就是不准辦理 營業小隔車的駕駛人的這個職業登記 那麼最後到了官是認定他是核縣 可是對這一位申請人而言 他只是在18歲的時候 有過殺人未遂的這一個前科 後來他當這一個計程車司機 當了數十年從來都沒有犯案 可是那結果卻因為法律的修改 他就不能夠再擔任計程車的駕駛 那這個就是限制了他的選擇職業的自由 我們上一週跟他說過 這是屬於主觀的這個選擇 對職業選擇自由的一個條件的限制 我們上一週已經討論過了 我們現在來進入到第二個案子 我們現在來進入到第二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也是一個非常感傷的一個案子 我們的身心障礙者權力保障法 為了保障這一個視覺障礙者 他的生存 特別是他的一個工作權 所以特別規定 各位看一下 這是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7條第一項 他就說非本法所稱的視覺障礙者 不得從事按摩院 違反者那麼會被科署罰款 違法事件如果發生在營業場所內的話 那麼就加倍處罰場所的負責人 還有所有權人 那麼這個案件的事實是這樣子 這個是林瑞榮是經營理髮店 那麼他雇用兩位員工 楊春花等等 他們都已經有二三十年的經驗的 理髮的從業人員 那麼被警察逮到 然後發現就是說 他們在營業場所內 替男性的顧客 從事按摩的服務 那麼當時他們是說 他們的說法 為了熟識客人洗髮理髮之際 順便為他這一個按摩 認為這個是人情之常 那他們否認 他們有色情的一個行為 那這個是最後他們被罰這些錢 然後向台北市政府術院 那麼被駁回 最後又到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也都駁回 最後到最高官就駁回 最後才向大法官申請解釋 那麼這一個案件呢 是一個在憲法學上 非常重要的一號鐵石 第一個它會涉及到一個問題 它這是一個優惠性的差別帶領 這一點就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所謂優惠性的差別帶領就是說 對於一些弱勢者 那麼我們的法律給弱勢者一個比較優惠的一個待遇 然後非弱勢者呢 它就沒有獲得這種待遇 那麼這樣這個就會涉及到平等的問題 所以這個案子呢 就是我們法律規定呢 只有適障者才能夠從事按摩 非適障者就不能夠從事按摩 那這就是一個差別帶領 但是它這種差別帶領 是為了保護弱勢者 給它一個優惠 那麼這個問題呢 我們今天其實不討論 我們會在平等的時候才進一步討論 我們今天只是針對職業自由 那麼所謂優惠性差別帶領 我就在這裡再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指的就比方說這一個考試 在美國就會有加州的那一個加州大學 它就規定醫學院錄取100個裡面 它會保留15個給非洲裔的學生 那麼它這個就是一個優惠性的差別帶領 因為黑人被認為說過去經濟條件比較差 所以他們就是為了對於過去的一個歧視 對它的一個彌補 所以就會在入學的時候呢 給黑人比較好的一個帶領 那麼白人就會認為這個就是一個對白人的一個歧視 可是它是對於弱勢者的一個優惠 會引起有沒有平等的一個疑慮 那這個我們會在五月的時候呢 會進一步討論 好吧今天就上到這裡 不會再說是對白人的一個話 要不要再說話